這個詐騙 因為憑屬局有統計說 跟今年頂半年詐騙的案件 已經有十萬件 民眾孫子的今天算是超過三十億 那交這個辦事的今年一年 這樣民眾才有可能會讓人騙照六十億 有哪有和這個分析 現在詐騙是突然是 透過加密的會背這個方式來生錢 所以錢更加快 討回來囉 你要投資 相信我們 不會害你 就怕佛林郎受騙 航員找經驗來扣 因為他要付款割四十五萬號對峰 說是為了要投資 經遠景向黃明解釋 假投資 真詐騙手法後 黃明才驚訣 遣遭人詐騙 每次七十多歲 佛林郎因為輸用高幼軟體 加利免費投資本座 秀塞一名 說是投資顧問的老師 鼓勵於投資加密會賣 合格在航員 今生同步驚訪 成功造具詐騙 不過現時交通過 過來 詐騙案件和財產產 往五年是怎麼拿來拿去 好像今年九百年 我們國民眾已經 向騙招超過三十億 那以集中出生發展 今年向詐騙的金錢 很可能是突破六十億 一旦錢落在詐騙一團的落地 在這裡回來就沒這麼簡單 跟以前炒作ATM偏情不一樣 詐騙報告虛擬世界 學家群秀透過加密貨幣 NFT作為西津港区 就是看著欠感到 起動性發展到性 讓孫時見面更難退回 然後以財學會對 全球炒拉前也增加17月的難度 記者綜合報告